现在的民意代表跟公务员越来越不好当 尤其民意代表平常除了服务选民 还要花很多时间跟精神拼选举打选战 在新竹市耕耘了数十年的副议长许修睿却说 当上民意代表靠的不是选举作秀 也不是想要赚大钱 五十粗头的许修睿 抱着一颗热情善良又年轻积极的心 想要服务更多的人 希望让故乡新竹市能够越来越好 我对所有我们的选民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是辅党籍的议员 所以我的服务没有分蓝绿 只要是我们的选民 我一定尽心尽力的来为大家服务 看起来有点腼腆 内心温和谦卑 又充满爱心的许修睿 除了情跑婚丧喜庆之外 他也相当关心教育问题跟弱势族群 中秋节快到了 许修睿还特别到新竹市东区的人安基金会 发放爱心便当跟物资 帮助这些流落街头的韩市 许多街友也很感谢许修睿的用心跟付出 你觉得我们副议长怎么样 不错 不错 怎么不错 他也很好 很热情 不错 怎么不错 做人不错 怎么不错 热心服务 热心帮助人 太好了 真的他副议长真的是 我这怎么讲 很好 他也不求 他也不会对外去张扬什么 给了我们多大的帮助 但是他实质上 他实际上真正的给了我们 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因为我跟仁安基金会的结缘 是在韩市尾牙的时候 我们共同办理了非常的多年 然后所以长期以来 有共同合作的默契 那当104年的时候 他们接受到这种困境的时候 那就来跟我商量是否 我们竹连寺这边能不能给予 我们仁安基金会 平安在这边一些资源 除了担任副议长之外 许修睿还是竹连寺的主委 希望透过宗教力量教化人心 跟民众一起吃着大锅饭 开心唱歌聊天 个性亲民随和又没架子 跟大家活真感情 除了关心地方弱势族群 许修睿也相当注重地方建设 跟环境绿化美化 还特别带着媒体到青草湖 许修睿说青草湖是新竹八景之一 青草湖的生态环境需要保护 将来也希望改善青草湖对外的道路交通 让更多人来到这个 有新竹后花园支撑的美丽景点 促进新竹在地的观光产业 在十多年前我也有开始组织我们所有青草湖的资工队 来这边加入环境的整理和打赏 那现在目前来说游客就越来越多 未来的议会大力的来支持 把这个景点再度活化起来 是新竹市民的期待 就是因为做事认真 为人海派 民众跟媒体都喜欢他 形象好也经常上媒体版面 许修睿还因为跟知名港星黄秋生撞脸 许多妈妈都说他长得帅很英俊 因为他们长得帅又有帅气 我们的副预长就是 让人家很温暖 很会照顾老人家 我爱他 我好帅他好帅 好奇帅的 酷酷的但是有跟他说什么事情 有跟他建议什么事 他二话不说都会答应我 他很照顾我们高雄 我们孙女要什么 跟他讲一句他就OK他就想办法 另外许修睿还捐租救护车跟水疗床 给新竹消防队跟医院 也经常举办见面会 邀请当地居民来参加 认真倾听民众的意见跟声音 细心耐心的解答 还会贴心准备一些小点心 所以人气越来越高 所有旅行大家真的是很感恩他 谢谢副预长的亲密亲吻这样 他平常没有什么架子 不会不会不会 他很随和的人 人气高形象好 积极热心又正通人和 所以许修睿决定在今年争取连任之后 再争取担任新竹市议长 扩大服务范围 为更多的民众争取权益 追求幸福 许修睿说 新竹市是一座4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 希望民众支持他 给他机会为大家服务 他有信心 让新竹变得更美 更繁荣富足 也更安全幸福 记者陈文旭 杨静 新竹报导 四年就要 就要 幸运过一次